还在担心买到含有化学添加物的黑心豆芽菜吗 不妨试试自己敷豆芽 简单方便 安全卫生有机看得见 据东森新闻 Eaturday报道 云林县卫生局与云林县地检署 食药署及刑警大队 兵分多路基查西罗 共五家豆芽菜制造业者 其中三家在制造厂查货 漂白剂添加物 另一家未查货但业者坦诚使用 而一家未发现有违规 现场封存违规业者生产之豆芽菜 合计约303公斤 且依违反食安卫生管理法处 三到三百万罚还 封存产品将则其销毁 民众在挑选豆芽菜时 是不是都喜欢白帅帅又光亮亮的呢 小心 市面上许多黑心豆芽菜 被不肖业者添加俗称保险粉的 低亚硫酸钠 使豆芽菜美白 还不易腐败 低亚硫酸钠下肚后 会有一部分由离态的 低亚硫酸钠氧化后 会转位硫酸盐 在借由尿液排出体内 并不会累积在人体 若食用含有低亚硫酸钠食品后 部分过敏体质的人恐会引起 哮喘与呼吸困难等症状 要多加留意 食品药物管署提醒 未经过漂白的有机豆芽菜 是呈现黄色或棕色 而漂白后的豆芽菜 不但颜色白皙 还色则光亮 民众在选购上 要多加注意 应避免购买外观过白 闻起来还有异味的豆芽菜 若想要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不妨试试自己敷豆芽 简单方便 安全卫生有机看得见 芽菜自己在家 简单种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 太平洋有机浓意 请不吝点赞订阅